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33天的整个它的地方和环境都已经讲了 今天开始讲六个玉天 还有一些十七个色天的一些明词解释都给我们讲了 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玉地不念 玉地不念的话他这里有些天人对我们整个大地 金刚大地和须弥山都是没有任何联系 也有这么一部分从这方面来叙述的 五两天六种玉天如是心 而而相较抱之手发笑木杀而心淫 他这里这样讲的 比上诸天五两宫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四大天王和三十三天前面已经讲了 然后三十三天也就是说是须弥山的上面 大家都知道昨天我们讲的三十三天全部居住在须弥山上 他们在地上 然后现在地上没有联系的在须弥山上面 或者三十三天上面在这里面中的来讲 有六种也就是说不是五两宫当中 中的来讲是有六种玉界的天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四大天王是一个玉天 然后三十三天就是一个玉天 再加上这个是在地上面 须弥山上面 然后须弥山上面在虚空当中有四个玉界的天 所以我们三界轮回的时候 玉界从下至地有归和上至玉天一下 玉天的一般在地上面 在须弥山当中 一般大多数的也可以说四个玉界的话 四个玉天在须弥山的上面 也就是说在虚空当中 色界的下面 所以他这里六种玉天如是行的 他怎么样行呢 耳耳相交 有些玉天他们行营的时候 像一般人一样 耳耳相交双云 还有有些是拥抱 有些是纳数 还有些是法小和牧师而行营的 跟其他的旁生和饿鬼不相同的 他们行营方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在将生的方式 人间他们天子刚将生的时候 五岁的孩子 或者六岁的孩子 七岁的孩子 他的身体有这么大的高大 这个就是转生于这些 在上面是色界的天人 色界天人的身体本来都是圆满的 他的大象刚将生的时候 跟大的天人没有什么差别的 欲界的天人刚将生的时候还没有成熟 就像五岁和十岁之间的孩童一样 色界的天人 他们的身体完全已经圆满了 可以说他的身体的力量已经圆满了 然后而且他们穿着衣服讲生的 他颂词当中讲这些道理 下面在讲义里面说 三十三天上方有礼正天之 九经天之间的主天人的无量宫殿 三十三天上面 三十三天上面就是礼正天 欲界的天当中 然后一直到色九经天 色九经天是色界最高的 也就是说 无色界当然是没有无量宫殿 然后从礼正天一直到上方 他们的无量宫有不同的方式都建立在虚空当中 有时候说是空中旅客的话 也并不是不能成立的还是成立的 三十三天以上的天人的无量宫全部在虚空当中 所以我们有些传承里面说 空中旅客根本不可能现实的 但是有些众生的业力不同吧 在虚空当中还是有一些路方 为什么叫礼正天 下面大家要知道哪些是欲界的 欲界的话它有旁生 地狱 饿鬼 三恶趣 就是更不用说了 然后我们人间和飞天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昨天也讲了 阿修罗在须弥山的里面 须弥山的下方 须弥山从海边以上全部属于天间 然后四大天王以上它是属于雨天里面 那么哪些是六雨天的话 第一个是四大天 然后三十三天 然后礼正天 礼正天过了以后 就是渡水天 渡水天过了以后 那么华洛天和他华自在天 就是中共有六个雨天 所以这些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学了一年的居士论 到时候问六雨天是哪些 你们就不要说是什么饭天老爷 什么是这个天哪个天 这样说的话那简直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因此哪些是六雨天呢 那简直是什么是 甘登车 甘登车 对 智者如门 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如门 专门这些有口诀 背下来的话很方便 那些六雨天 那些色戒十七天 这些把口诀背下来的话很容易的 他这里这样讲的 愿意再次一下 在三十三天上方礼正天到色九经天之间 是有无量空 为什么叫离间天 原因是在此以下的都是具有斗争的 在人间 天间 这些都是有 昨天我们讲了 三十三天跟阿修罗经常打仗 三十三天里面有时候还是吵架打架 我们这里的有些金刚道友一样的 今天关系好得不得了 明天还是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 开始分家产是你的高雅果 那么我们要不要把高雅果的中间分开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是你和我的钱买的 为了分高雅果到工厂里面去 这样有没有 不知道啊 也许是愿望 你们都是具有斗争的 具有争斗的 四次以上就远离争斗 所以叫做是礼正天 很多人有些人间跟家里吵架的时候都特别不相待 应该到很寂静的寺院去 但寂静的寺院不一定是远离这种争斗的 干脆到礼正天去吧 这样的话家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争斗就没有了 这些人劝他们早一点往生那个礼正天 礼正天没有这些争斗 国家与国家之间 人与人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 现在我们藏地很多地方与为了操场的究竟问题 经常互相争斗 杀人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然后寺院里面的有些虽然这些都是老菩萨和金刚道友 但是为了一些牛本篷 为了一些园子 为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也有一些 这些都不好 那么这一下子怎么有争斗呢 他们有争斗的 诸天人与非天作战 更何况说是其他的众生 因为天人他们经常与非天作战 与非天作战《大圆满前行》当中也讲了 《亲友手》里面也是讲了他们作战 有时候三十三天的天人还有三十三天下面的四大天王 还有他们经常跟阿修罗打赞 然后他们天人内部也提打赞 所以他们的打赞现象比较多 因此这一下我们人间都更不用说了 人间的争斗 人间的打赞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一下都是有走登的 离正天也叫做双宝天 它也叫做双宝天 因为天子天女度是乱生的 由于是最后有者的菩萨的果度 它这以上叫做双宝天吧 双宝天这样讲的 什么叫做毒水天呢 最后有者的菩萨的果度 并且具有殊胜的喜乐 因而成为毒水天 毒水天以前释迦牟尼佛也是来到人间的时候 成了最后有者的时候 他在毒水天天子天女转法轮 当时我们表演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天子天女 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 都已经真正到毒水天 转生到毒水天 有些都听说是了 当时表演的 现在这些人经常换来换去的心不定 心不定的人发也得不到很大的利益 我们当时的表演释迦牟尼佛的那些人 参加的这些人和现在的金格道友 看起来的时候 真正心稳重地带下来的人 还是有一部分 因为当时他是最后有者的国土可以说 因此称之为毒水天 现在毒水天在汉地很多的大法师 也是最后转生到毒水天的 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像宗喀巴大师也是住在毒水天 所以很多现在我们人间的 虽然他是欲界的一种天人当中 也不是什么清净的刹土 但是他为了度化众生 他在那里也是转法论 所以宗喀巴大师的有些传记 这里面也是看得出来 还寻老和尚 还有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也是看出来毒水天的人缘外缘 还有很多他里面的 无量宫殿的一些描述 这叫做毒水天 依靠自己的换遍 随行所欲的享用 故称为华乐天 他们自己想什么 自己想买白菜的话 白菜就马上出现了 然后买什么青菜或者豆腐干 什么就马上出现了 今天想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这个衣服也是可以随行所欲都显现的 不用去花钱买的 他们这里很快的 我们还是要发愿 干脆到华乐天去吧 然后依靠他者的换遍而随行所欲的享用 以此称为他自在华乐天 他自在华乐天的话 他自己有没有能力不知道 凡是他所想的 比如说我今天所想的饮食 依靠其他天人的幻变能力 马上浮现在你的眼前 所以这叫做他自在华乐天 欲界诸天的颜色为白色 红色 黄色 他们的颜色也有白的 红的 黄的 无量供也有如是 三诸人一样 故意不故意造的 就是我们人间一样的 有些是故意造的 人一样的 有些是三诸除了白居六诸 白居六诸全部是他前世的业里现成的 那么其他三个诸的人间一样的 我们人间有没有不故意造的 他的意思是不是 无量供也如是三诸人一样 然后故意不故意造是分开的也可以吧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这些无量供 有些是他故意造的 也是特意的 去有一些拿水泥砖 然后开始修建金堂 金堂无量供 有些地方有点群邪 群邪想维修 也有这样的 然后有些自然而然形成的有 有些无量供不是故意的 自然而然天然的福报当中现前的 那么人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也有吧 所以这以上刚才颂词里面讲的 《毕上诸天无量供》 意思就是说刚才大家应该知道 《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上面 还有欲界的四个天 四个天 礼贞天和渡水天 然后华乐天和他自在华乐天 这四个天加上全部叫做六种欲界的天 他们的形象都已经描述了 下面这里颂词当中不明显 但是在讲义里面 《俱舍论大书》里面有这个注释 所以《俱舍论大书》里面的意思 在这里做了一个十七种色天 这个讲了我们这个三戒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色戒是四参天 四参天如果光的来分 总共有十七个参天 那么这里什么叫做十几个参天 每一个参天的名词戒是吧 这个在这里做了一个介绍 诸罪已经属于大梵天眷属 因而称为梵仲天 第一个我们色戒里面就是第一参天 第一参天是有三个天界吧 三个天界是什么梵仲天 梵仆天 还有大梵天 这是第一参天里面的 第一参天当中的话 那么第一参天里面的第一个叫做梵仲天 为什么叫梵仲天呢 他的罪业从整个所有的罪业要清净不能说 但是一般欲解的罪业全部得以清净 他属于大梵天的眷属 因此叫做梵仲天 大梵天前面如婆罗门送飞头一样 具足 故称为梵仲天 为什么叫梵仲天呢 他经常坐在大梵仲天前面 就像是婆罗门送飞头一样的 经常在大梵天面前住在那里 所以叫做梵仲天 梵仲天是指着 其他众生所有的天最初生的 最后生的 叫其他梵仲天身体 身材也是高大的 事故称为大梵仲天 我们经常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 也是大梵仲天来到人间 因为大梵仲天 以前我写的日记里面也说过 因为大梵仲天经常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第十天和梵仲天来 试探释迦牟尼佛的有些发心 这也是他们的发愿 实际上这里的大梵仲天 应该是初禅里面的这三个天人当中之一 这叫做第一禅的三个天人 看 这些入门里面前面的那个口诀 前面有个口诀 他摄究竟天以下的全部有口诀 这个背下来的话很方便 全国的口诀 全国的口诀 当不藏里面等中藏起来 对 当不藏里面等中藏起来 尼佛的尼佛的尼佛 这样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梵仲天的眷属这样的 就是第一禅仲天 因为大梵仲天的话 它是所有的天界当中最初降生的 最后死的 与其上天界与天相比 微光范微小 故称为烧光 这是第二禅仲天里面 第二禅仲天里面有烧光天 烧光天以上界天人比较起来的话 它的光各方面比较渺小 然后光门遍及其他处 故称为光明天 由于光芒无面无边 因此称为无量光天 这是第二个禅仲天 第二个禅仲天就是烧光天 光明天 无量光天 到时候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比如说让你说一下 色戒的十七禅仲天是哪些 那么我们学《俱世论》的话 应该全部都要说出来 十七个色戒的天人中的来也可以说 然后第一禅仲天是哪些禅仲天 然后第二禅仲天是哪些 第三禅仲天哪些 第四禅仲天 第四禅仲天的话 它前面有三个凡夫后面有五个圣者 其他的话都是三个三个天 其实它们是主要的天人的名字 它那个天界当中比如说烧光天的话 它烧光天有很多的眷属 只不过是它从天王的角度来取名的 烧光天界它是这样的 这是称为无量光天 然后参与教旗 它上界天效 称为烧晶天 这是第三次禅仲天里面的 然后参与无量 称之为无量晶天 再次色戒诸天 参与最寂静或者最精妙 所以称为光晶天 这是第三个禅仲天当中 就刚才讲了一个是烧晶天 还有无量晶天和光晶天 这是第三个禅仲天 第四禅仲天当中 由于此主的天主无有大地之云 这是第三个禅仲天 这是第四禅仲天前面的这几个凡夫当中 此凡夫中果报是无有大于四天 因此称之为光阔天 这叫做第四禅仲天分一个圣者和凡夫嘛 凡夫的话 刚才无云天和复生天还有光阔天 光阔天是哪天我们在什么里面也经常 是居舍论还是 是居舍论 哦 对 在欲戒当中所有的 欲戒和色戒的凡夫当中 它是福报最大的 所以叫做是光阔天 在它的上方无尽居天 之所以称为净居天 我们经常说谓的净居天 是因为哪里无有凡夫 唯有圣者居住 在五种居天的话 实际上在这里全部是圣者 按照小乘的观点也是这样的 但是密宗大黄黄黄黄当中 它经常所谓的密焰刹土 密焰刹土的话 有时候无光智者说还是有一个色究竟天 但是这个色究竟天和密宗里面所讲为的色究竟天 是不相同的 这是那天好像在三戒论前面吧 三戒论前面也提过一次 这是不相同的 何谓无精具天 无脑天 无热天 三仙天 三仙天 色修经天 这全部是圣者 因功德效于上面诸天 故称为无脑天 由于无有烦恼的逼迫 因而称为无热天 没有烦恼 这些天还是比较舒服的 比我们这些人 相比今天心情好一点 明天有烦恼出来了 明天有麻烦出来了 所以很多的痛苦产生的 所见均为清净 故称为是三戒天 他们面前不会生邪见 今天这个不好 明天没有一个不好 反正这种现象就没有的 见戒善妙 故称为是三戒天 他的见戒没有像堕入恶趣的一些邪见的因 这些都没有的 在无有彼此更高的其他色戒天 故称为色修经天 色修经天 所有的欲戒 色戒当中 最高的天戒就是色修经天 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 刚才第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每一个凡夫有三个 三十一刹尔 然后三十一刹尔加上后面的圣者五个 总共十七个 十七个天 这叫做色天 刚才玉戒露天的上面十七个色戒 十七个从禅定的角度来讲 它归属于四禅当中 然后从分开的话 总共有十七个色天 十七个色天 这些全部是刚才 三十三天上面还有四禅天 四禅天的上面居住的 十一天居住的 然后五色戒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没有固定的位置 这样一来 他们是最高的 在色戒当中是最高的地方 因此叫做色究竟天 这以上中间这个颂词当中 刚才十七大色天 颂词里面不明显 但是在诸世里面 引用俱世论的大手来宣说的 所以这个我们无必要知道 希望大家今天我考试的文大体的笔记本没有拿下来 但意思的话 今天文大的内容 一个哪些是六种语天 这个我们要了解 六种语天为什么叫这些天呢 比如说 为什么叫自在华乐天 为什么叫做他自在华乐天 那么这些每一个都要搞清楚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要懂得哪些是十七个色天 然后每一个天为什么这样得名的 比如说 为什么叫扫光天 为什么叫做光明天 为什么叫做色究竟天 这些每一个都只要我们去 因为俱世论主要是靠一些 佛教的名词我们要记住 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话 俱世论如果通道的话 以后比如说看宗观 看医民什么样 凡是有关天人色天的这些名词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哦 对对对 它的位置就是在那里 它就是比如说有个扫光天 或者是金具天 或者是色究竟天 大家都清楚的 所以我想有些人认为 这个闻思都不是很重要的 还是好好地实修 但是你老人家真正要想实修的话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大圆门 实修里面也是色究竟天一下 你就不知道色究竟天到底是在哪那个地方 是不是在我们的护法台一下 色究竟天到底具足在那个地方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闻思的时候应该打开这些折回 自己还是该记得应该记 我想很多人现在来到这里的 有些人整天都是聊天 整天都是说一些没完没了的 没有意义的这些人 不如你们还是多背诵一点 来到这里的话 还是看我前一段时间 跟很多金刚道友大听一下 哪些人是比较精进 哪些人是不精进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点 讨厌的事情是什么呢 有些人坎坡也在 经常是让你考试 这样的话他好像比较精进的 然后一两天没有的话就开始放松了 到处都穿法 然后一直拜拜买完没了的 我想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 你们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 如果你这样说这些鲜话的话 还是在城市里面好一点 城市里面这方面的机会比较多一点的 到寂静的地方来耽误别人的事情 然后自己也是每天都是读这样的光音 没有什么意义吧 没有什么这个 我觉得是示好意义的没有 希望大家还是不如 今天都是每晚每年 所谈证痴的语言 还是记这些方面的教言 如果你真正能实修的话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如果实在不能实修的话 我们《俱舍论》里面的这个 但我看你们经常是一些谈论的话题 并不是佛教上的吧 不是可能佛教上的 有好几个个个别道友 一直经常处在一起说这样那样的 但实际上希望来到这里 还是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 你自己好好地 不管是俱舍论 中观论 意密论 这些都是智慧的善术 智慧的善术融入到我们的心间 没有任何祸害 只有很大的功德和利益 无论是你以后学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学什么法的话你就打开了你的智慧 打开了智慧然后看什么经典论典都没有什么困难的 如果你三界的道理都不同的话 你就翻开一些经书 处处都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经常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 这样的话是我们都不愿意得到的事情 因此希望有些时候真的 我们看部网家跟小孩子一样的 上位小孩子有些离开父母两三天的时候 就肯定不行了 很多父母比较担心这个人真的搞坏了 所以我也比较担心 你们有些人平时在的时候都很老实 真的家里面不出来 但是我就出来两三天 然后打听一下整个上上下下的 很多人问的时候 看看你们有些人的本相露出来了 我也可能改的话改不了的 但是这是你们要知道这种不好 上师和老师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精进 特别特别地精进 然后背后做另一件事情这是不好的 离开三四天五六天都是这样 一两个月的时候 我看我那天出去一两个月 后来很多人的状态完全都是变样子了 已经变性了 原来是三角性现在都变成长方性了 原来是圆性现在变成一个正方性了 就这样的 这样的话可能是一辈子都是有一个人受着 你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我们作为大人 修行人的话 自己应该管自己 自己不管是上师老师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 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稳重的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想你们有些很多金刚道友 出在一起每天都是讲一些吃吃喝喝的 这些没有什么多大意义 不如你们讲一讲色究竟天是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些位置从佛教的角度来 佛教 佛像天论都有意义的 这就是以前的圣者高尚大德们都是希求的一些证法 下面我们讲所有的六种雨天如何隐形呢 四道天王鱼 三十三天通过二根双云 跟任何其他的旁生一样 他是通过二根双云 三十三天和他们通过男根女根接触而双云 这种方式 然而他们饮食中却无有不经的同类饮 因此不会出境的 依靠出其隐形 远离苦劳而住 他饮食当中不像我们欲戒 因为欲戒的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讲断食的时候已经讲了 如果欲戒的食物的碳云没有断的话 他不能转生到上面的天界去的 所以他吃的时候在身体里面 根本不会有什么比较肮脏的 现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粪不会存在的 所以他出境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通过出气 出气以后 就远离了他们心的生贪欲的烦恼 最后他也获得了一种满足 这是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他们的心应 然后离正天尽以拥抱心饮 尽以拥抱就已经得满足 独说天尽以拿手心饮 他也是尽以拿手 我说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华乐天尽以法效 他自在华乐天尽以牧师心饮 他们分别也是对照去不知 密宗当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说法 但这个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讲 因此他这里中国有好像五种吧 刚才虽然是有鲁玉戒的天 但是鲁玉戒三十三天和他们的心应 所以《俱世论》所有的人间天界的 他们的今世和来世的很多生存方式 全部描述得非常清楚 嗯 既然没有促进 那么怎么会有天子天女称呼呢 既然没有这样的真人双运 那么怎么会天子天女有这种说法 为什么这样有呢 四大天王天才生才到达五岁孩童生粮 他自在华乐天满四岁 中间不是有五个天尊吗 这样的话比如说三十三天六岁孩子的生粮 然后逆整天七岁 是不是这样有点不可 逆整天然后华乐天八岁 可能没有这样固定也可以吧 凡是到五岁到十岁之间也可以哦 对 四大天王三十三天 然后逆整天和毒水天 自在天和他自在华乐天也可以 十岁之间在毕丹处许说化身 因为在他们的坏中出生 而成为他们的天子天女 他一般天女的汇报当中 他一下子一刹那在那里化身 所以真正的 像我们人的有些太僧一样的 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这种现象都是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叫天子天女呢 因为天女的怀抱里 他那个天子五岁的孩子或者七岁的孩子那样 突然就化身 因为化身的话一刹那就可以浮现 所以后来天女就认为 哎 我今天生了一个小宝宝了 实际上不是他生的 只要是依靠他的身体 我突然化身的 我们称呼他的时候 说是他的天子 他的天女 可以这样说的 这是欲界天讲的 色界天的身体是圆满 有亏有产 因而住亦出产的 他的身体一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圆满的 他刚才那个色界天吧 刚才欲天的天界就这样的 色界天刚生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身量全部都是圆满的 死的时候也是穿着衣服而死的 所以说人现在是有产有亏的 有些人可能以前是 有些其他经典当中也是这样的吧 他肉色是比较白色的 心有产有亏的 喜欢讲究卫生的 这样的人说明他以前是从天人转下来的 身体肤色非常取黑 还有不喜欢卫生的 这种人是旁生或者恶趣里面转生的 也有这样的 有些佛经里面有这样的 所以天界他死的时候也是穿着衣服而死的 死时也是住夜而死 今天讲到这里吧 这种人是有产有产有产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